总统蔡英文宣布有条件开放美猪美牛 而且还以行政命令躲过国会的监督 引发国民党强烈的反弹 党主席江启臣今天到花莲关心猪农 扬言要求蔡政府蔡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蓝英立委更直言了 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应该带头先吃美猪三个月 否则不该要台湾人民买单 甚至是以一纸行政命令就要全面开放 是独裁的行为 而面对蓝委的要求 卫副部长陈时中直求对决 表态他愿意吃 只是美猪肉质比较差 他说三个月有点太长 听猪农越说越气愤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视察花莲农舍面色临重 因为蔡政府宣布有条件松磅美猪美牛进口 让当地养猪户抱怨连连 我们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政府呢 这个民众能够忍受吗 我们要求蔡总统你要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也因为中央只用一纸行政命令 就喊明年元月要开放 恐怕直接规避立院审查 让在野党立委祈祷不行 这样子实在是非常的独裁 为什么会做那么样大幅度的调整 来跟人民做完报告 那地方政府一定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国民党强调政策必须通过民意检视 更担心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到国人餐桌上 难道与国际接轨要用健康来换 是不是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 先带头吃瘦肉精的美猪三个月 再来做评比 比我们愿意以身作则 不过有时候他口感不是那么好 三个月好像太久了一点 敢不敢吃好不好吃还是其次 执政党如何为民生食安争议拆蛋 还欠社会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